继续花莲五子命案 现在还传出专案小组 曾经在现场找到一台数位相机 记忆卡已经被抽走 而当年的还原技术不发达 不过现在检警透过最新科技 拼凑出了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疲似是林真米 拍下丈夫的行凶过程 两具白骨DNA出炉 确定就是刘志勤跟林真米 其实专案小组早就掌握 两人行凶的关键证据 命案发生后 专案小组在屋内找到一台数位相机 发现里头的记忆卡被抽走 想要还原却无法突破 直到约五年前 见识人员终于还原 存在相机内建里头的两张照片 一张十分模糊无法辨识 另一张隐约可以看出 在一间卧室里 穿着短阔男子跪坐在床边 有一名女性伸出双手 专案小组解读 穿着墨绿色短阔男子就是刘志勤 而站在旁边是她的子女 妻子林真米负责拍摄 专家说虽然没有记忆卡 但相机内建档案 虽然容量不大 照片还是会存在里头 而专案小组研判 当时刘志勤夫妻可能操作失误 虽然有放记忆卡 忘了更改储存设定 才会有照片存在相机里 因此警方不排除 近期内再度回到白骨城市现场 扩大搜寻 找出消失的记忆卡 TVBN新闻综合报道